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北京六日通报 全市已连续三天无新增社会面病例 北京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巩固向好态势 六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依法对北京服侍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钱公司 周某某等7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五日 内蒙古二联浩特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例 无症状感染者32例 二联浩特市北江社区 西城社区和西林社区 油中风险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国家邮政局消息 今年端午节放假期间 全国邮政快递业揽收快递包裹约9.4亿件 投递快递包裹约9.7亿件 与去年端午节同期相比均有所增长 日前 国家林草局原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党美副书记 院长周延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6日 河南郑州市纪委监委发布关于网络反映 郑州120延误就职事件调查和问责情况通报 对相关人员启动问责 其中被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调度员张真颖 急于开除处理 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消息 因受疫情影响 原定于今年6月取办的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顺延至明年取办 希腊文化部5日宣布 先前由意大利一家博物馆收藏的 一块雅点未成帕克农神庙石雕碎片 永久归还希腊 下面是一组服务信息 今天 2022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 期待每一位考生从容面对 全力以赴 愿你落笔生花 金榜提名 中国天气网发布2022全国高考天气地图 预计7日至10日 湖南南部 江西南部 浙江南部 福建 广西 广东 四川南部 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地有大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在没有降雨的时候 新疆大部 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 黄淮 江汉 江淮等地气温较高 热感较为明显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